行云流水 典故说明 典故一 宋朝诗人苏氏在与谢明诗推官书中提到 他觉得谢明诗的诗文杂复读来像飘动的浮云 流动的水 十分流畅 无拘无束 没有一定的目的 但常常能在适当的时候书写或停闭 文字组织的条理自然 洋溢流露出各种姿态 后来行云流水 被用来形容待人处世或文章字画飘逸自然 无拘无束 典故二 庄子修骨盆成大道中提到 是写庄子养死化身成储王孙 考验妻子是否会在他死后为其守寡 没想到庄妻受不了引诱 在被截穿后羞愧上吊自杀 庄子则在妻子死后敲瓦盆耳歌 之后摔碎瓦盆 得到成仙的故事 而点缘节录的是故事开头 内容是 庄子时常梦见自己化身为蝴蝶 他将这件事告诉他的老师 老子 老子点出这是因为他前世是知诚经的蝴蝶的缘故 庄子顿时醒悟 从此看开世间人士的兴衰 穷通 像飘动的浮云 流动的水一样无足轻重 不再被世俗迁累 后来 行云流水 被用来比喻平淡自然的事物 苏氏 自子瞻 浩东坡居士 铁冠道人 北宋时著名的文学家 政治家 艺术家 其散文 诗 词 父君有成就 且善书法和绘画 是文学艺术史上的通才 与谢明师推官书 文章写于北宋 原福三年 当时折居琼州的苏氏玉设北环 九月底路过广州 担任广州推官的谢明师 多次攜带诗文登门求教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结下了情谊 苏氏离开广州后 两人继续书信往来 答谢明师推官书 是答谢明师的第二封信 庄子 明州 战国时代宋国盟艺人 著名思想家 哲学家 文学家 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 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 老子 姓李明儿 子丹 世人尊称为老子 春秋时代思想家 其著作被人们广泛称为 道德经 为道家和道教的经典 同时也被尊为道家与道教始祖 世译 飘动的浮云 流动的水 形容待人处事或文章字画飘逸自然 五拘无束 语初送苏氏 与宪明师推官书 比喻平淡自然的事物 语初 仅是通言 卷耳 庄子修骨盆成大道 使用类别 用在生动流畅的表述上 语义说明 形容待人处事或文章字画飘逸自然 五拘无束 褒义 相似词 挥洒自如 笔汉如流 风发运流 相反词 急驱熬牙 勾章极具 绞柔造作 例句 这支舞曲的旋律如行云流水 动人心怀 这篇有如行云流水的文章 十分获得读者的喜爱 这个辩论家的口才极好 说起话来行云流水 天马行空 苏东坡的财思敏捷 写文章有如行云流水 行于当行 指于当指 勤奋是登上知识高峰的一条捷径 不怕吃苦才能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遨游 让我们一同在学习这条路上 持续前行 以上为本影片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别忘了按赞及订阅 您的支持 是我们创作最大的动力 在第一场你说内容 欢迎访积语 我们先订阅